一早先从细平路来到了平溪 再走线到106至10分 右转进入通往东北角的台二丙线 我喜欢走这条路线 因为沿路的景观美路况家 就这么一路顺利的来到远望坑 如画的风景是吸引我来此的主要动力 远望坑是草林古道北口 在秋天时最适合来此踏青 满山的芒草为此地带来了浓浓的秋意 今天先走一小段古道 步行约30分钟流了一身汗 在喝完身上仅有的的半瓶水之后折返 走进规划完善的园区里 优美环境让我惊艳 边坡上的马鹰丹盛开着 吸引了许多风蝶飞舞着 在花丛间发现飞天下的身影 迅速瞬间移动的小家伙 时左时右摇摆着 碍于装备不佳 稍感有些小遗憾 几天的雨水 让小溪流充满了活力 潺潺的流水声 在整个山谷中回荡着 西边有着一整片的野浆花 白色的花朵 散发出阵阵的花香 经过这几年护鱼的结果 水里不时可见是翻身时一闪一闪的亮光 岸边有美丽的花草 缓生的地形有着几亩梯田 水田里只有几只白露丝漫步其中 除了偶尔经过的车辆引擎声 和鸟叫虫鸣之外 听不见其他的声响 小河梯田 竹林农舍 加上淡淡的野浆花香 这美景 让人感觉旁若置身于画中 生性害羞的白露丝 只要有人接近 立刻展翅飞走 优美的身影 让这幅画更加生动 我心不得走进四通八达的田梗中 空气中有股淡淡的泥土味 大小田螺在潜水中蠕动着身躯 好几层的梯田里淹满了水 田里没有农作物 只有农夫喝出耕耘着 经过仔细的观察后 发现水里的田土上布满了不规则爬痕 也可以看见田螺身影 宽阔的泥地是他们的画布 田螺扭动着身躯 慢速移动着 在泥地上画出交错的线条 所以这水田的主要功能 很可能是用来饲养田螺的养殖池 清水园区的生态池周围 有木造步道围绕着 步道连接着园内的几座凉亭 造型扑实的木造凉亭中 有成群的游客 游园的人们步调不再匆忙 悠闲的氛围 让时间仿若已冻结 游走于绿意盎然的园区内 走累了在凉亭里小歇一下 凉凉风吹来 暑气全消 风吹皱了水面 风吹走了酷暑 风带来了满身的清凉 风带来了浓浓的睡意 回程 上高速公路前 左转弯进了往石定的方向 找间老店吃个古早味的晚餐 到石定吃豆腐 有几项必点的食物 所谓豆腐三吃 包括炸豆腐 红烧豆腐 豆腐羹 还有腌鸡肉三层肉 卤脆笋 炸西虾 都给它点来吃吃看 当地制作的豆腐味道 有股特别的烟熏味 做成的料理 吃起来果真与众不同 三层肉甘甜有肉香 腌鸡肉软嫩又可口 古早味的菜色 加上老街古老的气息 这才是正港的台湾味啦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